加1之後 你要放在哪裏呢 放在第1個 的前面那就是第1個 那第2次如果說 回圈如果變成1的話1加1變成放在2 放在第2個的前面那不就剛好第2個 第3個第4個第5個一直就 哇 以這樣的方式去做移動了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來試試看 基本上如果我們做完畢之後呢 我們來試一下 這地方的話回圈 for i 等於0到12 然後呢我們第1個 現在是指的是甲斑那甲斑移動到哪裡了 移動到第1個 i 等於0就是第1個 移動到第1個去了 OK那回圈再再來就變成乙斑 乙斑第2個移動到哪裡了 1加1移動到第2個 移動到第2個 再來 秉斑移動第3個 第4個第5個第6個一直類推 所以你會發現 利用陣列加回圈真的是最好的partner 基本上 用陣列 加回圈 是最好的搭配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你用陣列之後 陣列本來就會有位置 而且是按照順序 0到多少 那回圈剛好是0到多少 所以以後如果 你懂得用這種方式 就可以把你要的資料 循序 的 放在他應該放的位置 上面 好那最後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 做完 有 大到小 也有 小到大 那如果我今天需要做出什麼 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 按下去 之後的話 或者是當工作部啟動的時候 我就執行他 那 這個上面要需要什麼 一個下拉選項 這個應該還有印象吧 這個表單前面做還蠻多的 就上面一個label 有沒有 一個label標籤 然後一個什麼combo box 當表單啟動的時候 給他兩個選項 不是 由大到小 就是 由小到大 按一下確定之後的話 比如說由大到小 按確定 他就幫我由大到小排序 或者是說什麼 由小 到大排序 有沒有第3個呢 其實還有 還有 比如說 由亂數決定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隨機亂排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對不對 那如果剛好你突然 老闆突然有這種需求 他說 我不希望你每次 出現的工作表都是固定的位置的話 那可不可以什麼 隨機 亂放 那隨機亂放 那就是怎樣 每一次就亂數產生一個位置 然後就放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這個地方的話我想 可以先試試看我們怎麼樣先做出這個表單 然後呢 根據我們的需求去做排序 所以等一下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 由 小到大部分先做排序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